现在坐进的全新一代路虎缆生的整个座舱里面 首先依旧能够感受到了它的极简的设计理念 我觉得整个中控台的第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这种 比较平直的风格加上更低的中控台会给你带来更好的视野 然后空调出风口就变成了这种一个贯穿的设计 几个细节方面我觉得是不用多说的 第一个就是它本应该有的这种豪华感 我们这台首发版你可以看到 拥有了它独有的一个胡桃木的石木的面板 然后再加上金属以及非常高级非常温润的真皮 所带给你的这种享受感是真的路虎的豪华 还是很明显的 然后几个细节部分的变化是我比较喜欢的 也是它新现代豪华主义所带来的一些新鲜感 第一个就是方向盘老实说尺寸还比较大 然后用到了一个双幅的设计 整个造型也是非常有豪华感的 然后握感肯定不用多说的 其次就是向前全液晶仪表这次用上了 而且尺寸是13.7英寸 然后中间这块多媒体系统的屏幕是13.1英寸 而且做到了一个悬浮的设计 同时它是带有一点点曲面的 所以这一块屏幕给你的这种科技感也好 还是这种整个镶嵌在类似当中的这种和谐的感受也好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比较不错的 也不用多说 然后官方说的是功能很丰富 但是我们90%的功能都是能够在两部之内都去操作好的 所以这一块我们今天就不去多体验了 然后下方的空调面板就是路骨捷豹惯用的一个面板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因为两个大大的旋扭非常非常的便捷 另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点就是它这次摒弃了以前旋扭式的换挡设计换为了一个质感非常好 造型的握感都不错的一个电子挡杆的造型 我觉得这个更手拉上去感觉会比旋扭的好点好 我个人比较喜欢当然旋扭的其实也挺方便的 其次像它的储物空间这些就不用去多说了 包括座椅这个就得重点说 整个座椅坐进来你会发现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厚实 然后整个坐垫也好 整个腰部的蹭托也好 还是头整的这些感觉都非常的不错 老实说我觉得前排没有太多需要去特别强调了 我觉得它给你的就是将这种豪华座舱 然后新现代豪华主义的科技感新的东西给到你就OK了 而重点对于懒胜而言还有它的后排走 好了我现在终于做到了这台全新一代路股懒胜的后排作为首发版车型 它重点是做大后排真的非常的舒服 首先我们依次看一下它的配备吧 像前方的多媒体的娱乐屏幕系统有配备 然后中间这个大副手就是非常非常的给力 比日常做起来手有一个非常好的衬托 包括这些石木皮质都不错 然后中间还有一块整个后排的座椅灯光 然后空调系统的一个触控控制面板 比如说座椅 可以看一下 然后你想这个座椅倾斜 全都是电动的 整个后排的这套高级座椅是有着24项电动调节 包括座椅加热以及按摩都给配全了 所以它要给你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商户舱 或者说私家那种飞机的那种感觉吧 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点 像它的背架也是电动的 看到没伸出去了 背架平时是可以收回来藏到你 然后你要用的时候 就是这个 像中间包括它的一些小的储物格 也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两个Type-C的充电接口 还有HDMI为前排娱乐系统的一个接口 这些都是有配备的 然后向前呢也是非常的给力 向前后排的独立空调 下方还有一个 180瓦230伏的电源接口 方便你在后排办公的时候 用一些像一本电脑这些电器的 然后整个座椅刚刚说了 除了丰富的调节按摩功能 整个座椅真的 我觉得比前排来的还要舒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座椅的这种凹进去的感觉 然后宽度以及头枕带来的这种出色性 再加上前景前窗 我相信你做到这台路骨朗城全新一代 它的后排依旧是非常享受的 这种车型 当然真正的老板位 前方还给你配备了一个放脚的脚踏板 同时另外一个吸引我的点 就是这台首发版车型 它搭载的音响系统 也是英国之宝的音响系统 行吧 另外一个点就是首发版是试做的 这次呢 在这个典雅家常版车型当中呢 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首次引入了七座版的车型 所以祝福难胜 还有七座 那关于后排呢 也不想多说了 就是一个超出一般人想象的舒适空间 municipal で说 那最后排使 Paint 指定的管理 咱们之后排Si